剛剛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 就是同學在這個畫面 好像Vilcom一定要先關掉 如果Vilcom沒有關掉 他旁邊這一列會出不來 所以剛剛好像有同學這個畫面出現有點怪怪的 那第二個如果說你要加專案 記得在SRC上按右鍵 New一個這個 Python的Marjor就OK 所以以後就是這一招就OK了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你不用再重新下載 反正放低疊的話 你就直接再把什麼 假設你下一次來的話 你就直接怎麼樣 假設離開對不對 那下一次來上課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到你的電腦裡面 找到低疊嘛 然後有一個什麼 Eclipse的Python Eclipse的Python打開就是這一個 那你下一次開起來的話 其實什麼事都不用做 也就是Wallspace也不用改 按Lunch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上個禮拜 到的位置 再開一下 如果你那個哪個模組 比如說P1 你就點兩下 他的程式就打開來了 在這邊 如果你要再執行它的話 上面有個Run 會把結果輸出 不過呢 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字實在太小了 有沒有 那如果字要把它放大的話 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簡單的喔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當然以前的設定是要按 按什麼 按右鍵吧 Preferness 裡面的話 可能它要在 這個General 然後裡面的Color 然後找到什麼Basic Basic裡面的話 還要找到那個Tesl的Form 然後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設定字大小 你可能要再去把它改成16好了 14好了 按OK Apply and Close 字就14了 不過有同學可能 又要記那麼多 如果你不想記那麼多 還有個最快的方法 你直接按Ctrl鍵 再按上面的加號 按一下就放大一下 如果你要縮小呢 Ctrl鍵再加一個-號 記得要按上面的喔 不能按右邊的喔 OK 加號 右邊有加嘛 你不要按右邊的 你要按上面的 Ctrl的加就放大 Ctrl-減就縮小 OK 這招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而且如果 嗯 字太小 如果有老花的同學 可能喔 所以就 看了比較辛苦 好 第一個喔 就是我們環境設置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寫其他的部分了 所以剛剛講到的部分喔 欸 這邊都有 那接下來的話呢 大概會有幾個重點喔 所以剛剛的環境設置 已經都做完了啦 然後 後面的話 我稍微說一下就是那個 這個懶人包喔 怎麼來的 那剛剛有同學說 如果這個環境在 在那個蘋果電腦上面 是不是也一樣啊 其實不一樣喔 它的版本不同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 不用懶人包的話 你可以自己到 Python的官網 你Google Python 第一個就是這個網頁 裡面的話也可以download OK 啊你就把它download下來 不知道安裝啦 啊我這邊 懶人包的好處 是什麼都不用裝 第二個你可以到那個 另外一個網站 Equipus的網站 你也可以Google Equipus也可以去找到 下載的網址 只是說這個東西喔 它下載完之後喔 還要再做一些外掛的動作 我覺得太複雜 太麻煩 因為之前的經驗是 做完之後喔 一次上課 就沒有了 四個小時 那因為我們只有12個小時 所以這個東西 太花時間了 我導步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 再到那個網路上 自己再去玩玩看 或者把它 當成參考喔喔 OK 那這個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 再來的話我們要進入 第二個單元 基本的語法 跟結構控制 那所謂基本語法就是說 我應該把 這個資料放哪裡 欸剛剛有第一個喔 就是放變數裡面 所以呢剛剛呢 我們這個範例裡面喔 各位有看到嗎 A跟B跟Sum有沒有 基本上喔 只要放前面的這幾個喔 都是所謂的變數 那什麼叫變數啦 簡單講就是裡面 能夠值能夠改變的一個 在記憶體空間喔 它會產生一個空間 存放資料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變數 OK 那 我們這個地方 如果說喔 以前的那個程式語言喔 如果你要使用變數都要宣告 不過Python不用宣告 欸那它怎麼 產生變數 反正你第一次丟什麼給它 它的型態就變什麼 比如說你丟一個數字給它 欸它就是一個數字 你丟一個文字給它 那它就是文字 在第一次丟資料的時候 它就會 產生對應的資料型態喔 OK喔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後面這邊就是 所以A 它預設值喔 裡面原來是沒有啦 如果你丟一個3給它 裡面就放個3 5的話呢 B的話就放個5 把它相加嘛 最後丟到sum sum的話就8 最後把它print出來 就OK了 那Eclipse裡面有個優點 就是說喔 以後呢 你打個 比如說print 你打個p有沒有 特別至於它的好處是 你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用選的 有沒有 然後點兩下嗎 欸這個後面就自動幫你產生了 那也就是說喔 這個環境喔 有些地方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可以減少你寫程式的負擔 OK喔 所以有些東西不用特別去背它 反正打個p 欸print就出來 那print什麼呢 你就把這個上 把它丟進去 那我的習慣是 複製貼上的話喔 其實拖拉加Ctrl鍵也可以 有沒有 這樣就OK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要快速寫程式啊 一定要這一招會 拖拉加Ctrl鍵 你可以複製貼 這等於複製貼啦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還蠻快的喔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呢 把這個結果給print出來 把它run一下 這邊會出現8 欸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假設一個8 好像看起來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我們要在這邊加一個敘述 比如說加總結果為8 那你前面應該加一個什麼 加總結 加總好了 加總冒號好了 OK 那我先把它切成中文的 這邊加一個加總 但問題來了喔 你會發現加個冒號 好 如果你今天喔 要串一個文字的話 特別注意喔 在python裡面喔 前後請你加雙引號 那如果你要串後面的東西的話 要用一個加號 這個叫串接 所以文字一律都要有雙引號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python裡面喔 他用單引號也可以啦 不過我個人習慣用雙引號 所以如果你們以後看別人寫的書喔 所以用單引號你也不要覺得奇怪 他單引號也可以啦 只是個人習慣問題喔 那加上什麼呢 欸 加上那個8 所以應該輸出第一個應該什麼啦 加總冒號8嘛 但是你會發現喔 會有幾個問題發生 第一個 把它執行 理論上呢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 但是欸 第一個他會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喔 你這個編碼方式喔 他看不懂 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預設的編碼方式喔 不是youtube吧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如果以後你要 你要再加一些那個 中文進去的話 請你記得 再把你環境裡面的Windows 有一個叫prefurnies 跟剛剛一樣嘛 找到哪裡呢 找到那個上 最上面有一個叫general general這邊 裡面的話呢 會找到有一層叫workspace 這個workspace其實剛剛有出現過 就工作區嘛 那工作區的編碼方式喔 請記得呢 乾脆你預設就把它改成youtube吧 不然的話 它的編碼方式喔 會造成錯誤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編碼方式喔 用那個微軟預設的環境喔 的那個編碼 它會產生充碼的問題 那個中文字會出不來 OK 所以怎麼辦呢 一請你到prefurnies裡面 general workspace 把這個改一下 OK 改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按apply and close 不過你會發現喔 改完之後呢 因為編碼方式改變了 所以它這邊會變亂 啊怎麼辦 沒關係 這可能要再重打 加總 好 再重打一下 加總冒號 後面一樣串個扇嘛 不過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欸 剛剛的編碼方式應該沒有錯 不過呢 剛剛的錯誤已經不再發生了 但是會出現第二個錯誤 什麼呢 type type 在這裡的話 應該是指的是 type air 意思就是說你的資料型態錯誤 什麼叫資料型態錯誤 意思就是說你print 如果是一個文字 再串接的話 後面應該也要是一個文字 可是呢 我們現在給它什麼 因為3加5 加起來是8嘛 8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 它是屬於數字 數字跟文字不一樣喔 你兩個要串在一起 它沒有辦法接受喔 那怎麼辦 你必須要把那個上喔 要不就是什麼 把它轉換 本來是8對不對 你要把它轉成 這樣的8 數字8跟文字8不一樣喔 ok特別重要 因為很多人 沒寫過程式對這個比較沒有概念 但是如果有你會發現差很多喔 那怎麼轉呢 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那個 那個數字8喔 轉成文字8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上外面包一個轉換 的一個函數就可以 叫str 刮弧一下 然後後刮弧 意思就是說喔 幫我把什麼呢 裡面的8 所以這邊就要轉型喔 這個地方喔 加一個str 其實就是把這個8 幫我轉成這樣的8的意思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要把它 顛倒過來 比如說把這個8 轉成這個的話 那這邊就改成int啦 int就是把它轉成 就是本來是文字版 轉成數字啦 兩邊顛倒 這個 未來會蠻常遇到錯誤的喔 因為如果你對於那個 資料型態給錯喔 它就會出現type8 那你就改一下就OK了喔 所以呢如果我這邊已經改OK了 那我們要執行看看 結果會不會OK呢 執行 這個時候就出現我要的 加總冒號8 這個是我們最後要看到的喔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喔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 一請你先到prefurnies裡面 把這邊記得喔 位置稍微記一下 我記得好像在講義裡面也有 把這個位置 workspace 改一下 這個等一下一定要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在sum前面串一個雙引號的加總 然後要串接用加號 後面記得用str str str就是str 這個刮在外面 這樣結果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